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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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气偶像MIRROR成员Anson Lo公开招募MV女主角 一群神徒当然踊跃报名 不过想成为教主MV女主角一点都不容易 除了参加的朋友要有个人魅力之外 家人都要出动帮忙身体力量去支持的 不过男主角都会非常贴心化身为外卖仔为粉丝送餐 之后还会陪他们一起接受不同的挑战的 如果想知道哪位女孩可以得到教主的宠幸 成为不可爱教主2.0MV的女主角 就要留意12月3号起逢星期五新时代电视二台的神的女主角 遇到神队有自策会哭 MIRROR成员主节的节目还有帮你应援团 Lokman Tiger和Alton再加上阿妹甚乐儿 组成应援团接受各式各样的任务 帮助嘉宾达成心愿 帮你应援团将会在12月4号起逢星期六晚上 在新时代电视一台出动 助你愿望成真 这些重任就交给你们了 温高华今年冬天的天气非常反常 打风暴雨样样齐 可以抵约恶劣天气的寒衣就显得更加重要 所以誠邀你们一起参与今年的寒衣送暖流 唯有需要的朋友送上温暖 马上将时间交给加拿大中文电台的Chris和高尔 讲下有关详情啦 Kolie,听说你家里有很多不适合穿的衣服 对啊,你不是想要吧 哇,是女装来的 对啊,其实我男女也对的 蛤?原来你有这样的嗜好吗? 不是你想想那样东西 我是想送给暖流大哥 哦,你说寒衣送暖流? 对啊,因为10月22号至1月3号 大家可以将家里的不用的 三副鞋物,连皮等等 送到大湾地区不同的寒衣收集站 希望可以帮到更多的朋友嘛 上去am470.com就可以查询更多了 那让我介绍一个活动给你吧 加拿大志气中文歌曲排行榜 2021年全国总选 很快就开始了 现在就交给三位志气总选主持人为我们介绍 我是温哥华am1470的李嘉倩 Hello,我是多伦多am1430的Nathalie,黄许玲 我是卡加利FM947的哼跳 由温哥华、多伦多和卡加利三地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 全国乐迷和DJ推崇的 加拿大志气中文歌曲排行榜 2021年全国总选已经全面展开 今年欢迎大家投选的奖项包括有 志气推崇男女歌手及组合 志气推崇新男女歌手及组合 志气推崇作曲、填词及唱作人 而总选亦都会揭晓 全国DJ们所推介的专业推崇十大歌曲 和今年新设的全国推崇自尊歌曲 查选入维冥间及投选你最爱的音乐人 可以到加拿大中文电台官方网站及手机APP 截止日期是1月7号 加拿大志气中文歌曲排行榜 2021年全国总选落大势力 佳节临近大家都希望唯有需要的朋友送上温暖 所以今天就特别邀请了 谢医生跟大家介绍一下 加拿大心脏及中风基金会的工作 以及认识一下什么是中风 哈啰 谢医生你好 嗨 大家好 鄭医生在了解加拿大心脏及中风基金会之前 不如先跟大家说一下中风是怎样的一回事 中风其实有两类型 大多数的中风都是缺血性中风 由于脑血管有阻塞 或者血管里面有血栓阻塞血管 另外一种中风就是出血性中风 或者俗称爆血管 是因为脑的血管破裂而导致的 无论是哪一种也好 当没有血供应脑细胞的时候 脑细胞会缺乏氧气和营养 以至坏死的 很多人以为中风只不过是年长的人才会中风 但其实我们越来越多是见到年青人中风 既然中风是一个这么危险的病 中风有没有预防? 其实几乎八成的中风都可以透过健康的生活习惯 来预防 第一就是饮食要健康 通常都是叫病人小盐小糖和小油 多些吃水果或者选择一些比较高纤维的食物 病人亦都要适有适量的运动 每日最少做三十分钟的带氧运动 最好可以戒烟和不要喝太多的酒 如果已经有高血压、胆固醇、糖尿病 或者心律不正 就要确保这些病是控制得好 最重要的就是不要突然间停食自己的药 除非得到你的家庭医生或者专科医生的指示 中风有没有一些先兆? 真是万一有的话应该怎样做呢? 你可能都在电视或者相机听过中风的症状 我们有个口号叫fast F-A-S-T F代表face就是臉 是否臉歪、嘴斜呢? A就是对 就是双臂 会不会一边没力举起呢? S就是speech 就是说话 会不会说话口齿不清? 最后就是T就是timeless时间 如果发现以上任何症状的话 就要立即打911日去求救 最后,这医生不如跟我们说下 加拿大心脏及中风基金会 是一个怎样的机构? 那我们这个心脏及中风基金会 是一个前线机构 这个机构的目标是为了宣传、教育 和资助围绕心脏病和中风的研究 通过不同的宣传 希望可以防止了一些心脏病和中风 希望减低加拿大的人死于心脏病和中风 如果想了解更多关于这个机构 可以去网站heartandstroke.ca 谢谢谢医生的详细介绍 说到健康 原来家居又或者室内的建筑设计 都会对于身心健康有非常大的影响 我们平日约九成的时间都在室内 所以今天我就和大家去一个家居展览 去拿点提示和自己家屋更新 长大一年多的疫情还没过去 有些人甚至到现在都是work from home 所以家居就自然成为大家逗留 最长时间的地方 而家居装得舒适 就自然可以舒舒服服地过一天 而温哥华家居展 今年就特别加设专门 为疫情设计的家居装饰 We have a lot of fun things going on We tried to grab onto some of the trends that came out of the pandemic one being house plants We have some fantastic displays If you're looking for plants that maybe are kid friendly or dog friendly We've got some help there If you're a first time plant parent You can actually meet with someone and they can help you pick the right plant for you 疫情令大家减少和大自然接触的机会 所以就多了朋友喜欢在家装点绿色的植物 既可以淨化空气 亦都可以令家室内环境更有朝气 除了植物选择多之外 这里提供的家居风格亦各有千秋 从现代到传统 亦又可以教你怎样折散空间的装置 而且在要经常用电的情况之下 这里还有一些省电又环保的家居给大家选 而在家太内觉得太无聊 又没有办法出去和朋友野餐聚会 你有没有考虑过将户外的活动搬到家里面呢 我们有有趣的功能 我们有一个选择空间 充满的选择空间 充满的选择空间 当时疫情参加了很流行 所以我们带了它进去 你可以坐下来 你可以坐下来 你也可以拍摄照片 喝酒 喝酒 和选择 除了野餐之外 平日你亦都可以将餐桌 按住一年四季 设计成不同的风格 例如有清新的春天 烧烤味的夏天 枫叶式的秋天 和冷洋洋的冬天 再加上漂亮的花享受美食 而对于需要work from home 的上班众 在睡厅和客厅 有个舒适的工作区 更加是最重要的事 你可以做到 找一些新的工具 去设计你的家 去设计更改变 去设计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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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有这些选择 除了这些小提示 要将一个空间集居 家和办公于一身 就一点都没有难度了 家里舒适 身心自然健康 而我家里还养了小动物 令生活加添更多乐趣 Rick 我知道你今天 都会和大家去看 一个宠物展 是呀 Sherwell 稍后和大家去的宠物展 还非常有 圣诞节日气氛 之后我还会和大家去 Snow Magic灯光艺术展 感受冬日喜庆的气氛 所以千万不要走开了 稍后回来 我们继续 螢幕八爪鱼 2021多伦多华裔小姐 竞选准决赛 越来越接近 八位佳麗早前见了 今年的大会评判 今次见面 除了令评判 对佳麗有初步认识 八位准华者 都可以趁着这个机会 从评判身上偷诗 今年的大会评判 每一位都分量十足 绝对是一班佳麗的榜样 林家华、佳华哥 作为娱乐圈的前辈 当然有不少提示给大家 上台要怎样表现 怎麽执生 文家华哥 绝对没错 至于想知道自己上镜 怎样可以最美 那就要问下 资深摄影师刘信恒 学会怎样摆姿 怎样管理表情 正面、側面、三七面 自然可以面面俱全 来到总决赛 佳麗在台上的每一个细节 都影响评判的比分 大会儿态度师 著名毛德仪、王尔契 都据时间提点八位女生 还有选味的大师姐 2017年香港小姐冠军 雷庄仪和大家分享经验 应对比赛各种突发情况 决赛日步步迫近 冠军投降的争夺战一触即发 想知最后变味戒例 可以成功加冕华者后冠 记得继续黏实 螢幕八爪鱼 各位观众 尝免一起跳舞吗 12月2日星期四 加拿大中文电台即将举办 《马加烈公主岩正中心》 直播筹款大行动 全台DJ将会用不同舞蹈 各种舞台 为马加烈公主岩正中心筹款 只要将你的跳舞片段 电邮到program at ams430.com 就可以加入我们 一起为有需要的病人 跳出未来 今年的舞王是谁 都还是未知之数 不过《怀旧金曲歌王》了 就已经出路了 《岁月流星》 《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1》 上周已经圆满落幕了 不经不觉 金曲教主龙永恒 和他的长青节目 已经陪伴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 超过20年 好像说快要到1000 1000集 今年的比赛再升级 12位参赛者同台 竞逐金曲歌王寶座 大会司宜有金牌DJ潘sir 潘忠明 评审团一样阵容强劲 有岑南令、钟安妮、盧永恒 以及身在香港的张崇基 比赛一开始 由上年岁月流星《怀旧金曲》 歌唱大赛的亚军Nigel 唱出《Crazy Little Thing Call Love》 炒热全场气氛 事不宜迟 第一轮比赛正式开始 12位参赛者分为4组 分别唱出自己的参赛歌曲 就是爱到深处才有它 虽然心也要放得下 希望你 难上眼睹人 小心等待人 评审团都即时给出评价 帮助参赛者在第二轮比赛有更好的表现 全晚的第一个高潮 当然就是宣布 济身第二轮的参赛者 只得六位可以留下 竞争相当激烈 成功入赌决赛 六位参赛者的表演更加自然和放松 不像是在看比赛 更加像是在听一场演唱会 值得留意的是 今次比赛是疫情之后 加拿大中文电台第一个回归劇院的表演 燈光、舞台、以至是现场气氛 都带给各位观众九位的感觉 虽然暂时只能邀请工作人员 以及家属担当观众 不过大家都很兴奋 而未来到现场的粉丝 就透过网络收睇比赛 为参赛者加油打气 经过两个半钟头的激烈角逐 冠军终于诞生了 我们的总冠军 全场总冠军是 GINO 4号参赛者 木槐2 GINO 以两首齐秦的金曲 获得全场总冠军 恭喜恭喜 不经不觉 加拿大中文电台即将踏入25周年了 为了纪念这个花样年华 加拿大中文电台特别推出群星座台阅历 留意AM1430节目就有机会获得了 看完加拿大中文电台送给大家的新年礼物 接下来一起去看看 选择什么圣诞节礼物给你的小毛鞋 加拿大最大型的宠物展览 今个Holiday Season回归多伦多国际会议中心 聖诞宠物展览开幕日的重头戏 就是这场狗狗选美大赛 参赛的都是纯种狗 选手由世界各地飞来多伦多 希望可以奪得组别的冠军 场内比赛气氛紧张 而场外的宠物其实一样进行大斗法 难得可以参加圣诞活动 他们当然要逗美、逗出位、逗抢眼 主人精心帮宠物换上圣诞造型 希望他们都可以感受到热闹的节日气氛 穿得这么漂亮 第一件事当然要去圣诞老人村 和圣诞老人拍照留念 除了圣诞老人 这里还有不少充满圣诞元素的影响位 给大家打卡留念 主人想为宠物选一份圣诞礼物 圣诞宠物博览会都有不少选择 无论是衣、食、住、行 各种宠物用品都一应俱全 各位小毛鞋还可以离场章外赛 锻炼下身手 说明是最大型的宠物展览 这里绝对不只是猫猫狗狗的主场 近年大热的爬虫类、雀鳥类宠物 都是展览的座上客 虽然它们不像猫猫和狗狗这么热情 不过一样可以是人类的好朋友 主办方希望透过活动宣扬 鼓励大家做负责任的主人 这里每个摊位的当主 都有自养不同类型宠物的丰富经验 大家除了可以在这里为宠物购物 还可以向当主学习自养宠物的知识 如果你未决定要养哪种宠物 都可以来这里逛逛看 亲身和不同类型的宠物接触 说不定有缘带到一位新朋友回家 灯光烧时时有 如何可以为观众日日保留新鲜感 安省游乐宫的最新灯光展览 就说要打造今个冬天 最有艺术气氛的活动 各位文青准备好了吗 安省游乐宫 Ontario Place的最新灯光展览 Snow Magic 致力为游客打造 全城最具艺术感的 沉浸式自家灯光展 欢迎来Snow Magic 我们建立了一种特别的 移动感觉 不像任何其他人的感觉 是一种移动感觉 我们在联系中的电影中 我们建议人们的其中一个 声音乐公司 我们在联系中 我们有个人们的音乐 影响我们的声音乐 我们在联系中 转到旅程中 转到新闻 我们在联系中 从前进去 在我计算的 在天水 在天水 在地上 在天水 在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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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全体中 在无常性 有些烈光 零的灯 像你会在这些 我们在聊天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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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制作灯光装置的大部分 是多伦多的本地艺术家 以及艺术团体 十位艺术家 联手打造今次的活动 他们的作品 都各有风格 各有特色 我们在工作室 有很多艺术家 有些是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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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ON一起 出品是艺术家 在这些获人的 Treatment 在来方面 但他們從來沒有在這裡做過雪魔藝 我們有很多資訊 我們有很多資訊 他們很棒 多倫多的冬天出名漫長 主辦方希望透過活動 可以為遊客帶來溫暖之餘 更加可以給大家體驗不一樣的樂趣 我們在這間空間祝福 我們在這間空間做一些 有趣的東西 這就是為了所有人 我們稱為我們的公司 因為我們是在這間空間祝福 我們想要給大家的經驗 我們想要給大家的經驗 有趣的經驗 這不是只要是假期 這是一個很好的活動 但很多這些建築 你會看到有貴重的物品 我們有一個圍牆 我們在這裏面 我們有蝴蝦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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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想要有一個很好的活動 去年曼、年曼、年曼、年曼 真的要給大家 我們想要它特別 所以我們令它很興奮 在聯絡音樂和藝術 我們想要給大家分享一個故事 活動的部分收益 將會捐贈SickKids病和醫院 幫助有需要的病人以及家屬 Snow Magic將會一直持續到1月6日 由12月開始 將會每個星期七天開放 主辦方建議大家以 5公里時速遊覽Snow Magic 為了保障每位遊客的遊覽體驗 不可以隨便停車 大家記得留意 疫情之後 多了不少同類型Dry-Foo的活動 競爭激烈 想突圍而出 自然要有創意 今次燈光、音樂、藝術 再加上噴火特效 這個組合 Charles 你又會給多少分呢? Rick 一個活動只有這麼多元素 我當然會給過分 接下來12月就是聖誕佳節 精彩的活動陸續有來 想知道更多 就記住每個星期日晚留意螢幕伯爪雨 好了 下個星期我們同樣時間再見 Bye Bye 我們成功的年齡 星期一